这件事是断了线索 是查不到的 但为何后来会查到呢 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件事 因为他们追查这个男人 一直都找不到他 但半年后突然间就在这个 当然也是通缉他 其实同名同性的人是很多的 所以也因为这些照片 也不是很流通 然后这个施军 他就说收到QE打来问给他 他说施军 不是我们派的,是施军 他就说我们捉了一个 我们不是捉到 我们有一个病人 名字是跟你说的123是同一个名字 但我们不太肯定是否找那个人 他说你可不可以来看看 因为这个人受了伤 现在是流远的 然后他就说那别管了 反正都是撒我们 他一、二、三就去了这个医院 然后一看 原来真的是他要找那个人 他要找那个人 那为何医院会这样说呢 名字是一样的 但又不是你找那个人 他说因为医院不知道 因为他知道有一个通缉犯 有一个名字 他可能当年只有名单 只有名单 不是只有名字 只有名字 但当年是照片和样子就报 没有的 而且他问他为何那个医院会打电话 去通知警方 因为这个人入院之后 他的神志是有些问题 而是不断地说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很害怕的 或者说不要弄我 胡言乱语 胡言乱语 可能当时的护士长也认为 他可能说一些很奇怪的 所以就打电话去看看 你们是否要找这个人 也可能因为那个案件 牵涉了一个女人死得这么惨 可能有些人的印象是很深的 然后他捉了一个男人 然后那个男人就说 为什么其实呢 其实他躲起来 甚至是他去了大陆一轮 然后他去了香港 那个年代原来他也流行 可以四围走 因为他在乡下也有一些人 其实他为什么会… 其实如果不是他跌倒 他在天台下跌倒 如果不是跌倒 他根本可以躲在很多地方 有段时间都找不到他 他说原来他每一次 他都看到一张红色的女人 就是那个死了的女人 他去找他,他不断追求他 就算他在医院那里 那个女人的灵魂不断追求他 所以他只有一个人看到 其他人看不到他就放了 他就放了 他原来就是因为 他为什么在天台下跌倒 他因为那个女人常常追求他 他说他害怕想走的时候 因为他居住的那些 其实他躲在新界的那些屋 其实也不是很高的那些 他说他想走爬出去的时候 他就在天台下跌倒 然后后来被他送到那里 其实这个案子 好像表面上很简单 就是最后捉了这个人 但其实实际上背后的故事就是 根本上为什么会找到这个人 就是因为这个皮行李 就是因为他听到人 跟他说 你打开这个行李看看 但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就是 如果不是这个人 他真的不知道他作则心虚也好 还是怎样 他真的看到这个女人 穿了个红色衣服的女人 是令他跌到天台 跌到地上 断了脚 走不了 送到医院 捉到之外 根本上以当时的情况 是没有办法可以捉到这个人 那有没有说解 为什么这个杀人兇手 要这么残忍对女人 其实他说他们认为 大家是恋人 但是女孩子问他拿钱 所以他觉得 原来你是当我一个客人 那一刻他就受了一个刺激 他就做了这样的事情 就要做得这么紧 是的 其实他本身的人 也有点谈 不知道这件事 根据报章是这样说的 而实跡的情况是怎样 就不清楚 但是捉到这个疑犯 这个杀人犯的事情 根据施君所说的 就是这样的故事 即是有人死了 然后就像显灵 对 就是帮你去查案 冥冥中有些蛛丝马 他会带着警察给他提示 而去找到有关的证据 或者有关的东西 我也听过 因为我拍过一部电影 也是一部警匪战的电影 那部电影收得很好 然后里面 因为他很认真那部电影 就是他的飞虎队也好 警员也好 大部分都是退休的 因为可能在演员的时候 就比较真实 可能是临时演员做 但以前是做警察的人 以前是做警察 可能是很高级的 还未来就聊天 他说我以前也是三粒花 是重案组 我做了休息 现在只跟着预弹 对… 根本就在现场 然后跟我说 我问他 是否有很多奇案破 多虑你不相信 你是完全没有头髓的 但是过了两、三天 突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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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 带你去那里 然后你就弄好清楚 是,真的有这些 有可能的 大师傅,我想知道一件事 他们那种牽引你去查这件案 给很多牽指你 他不是用上身的方法 他是如何引领一群警员 或者引领一件事 令你破案 第一件事 我用我个人的意见来说 是 警务人员是靠的 他也是为了那个死者 沉冤得雪 也是成诛于法 而所有的警察 基本上他们应该是火器架 跟我们所谓的阳气架 为什么呢 第一件事 我们传统说法 因为他们会有槍 有武器 亦是为什么他们做一些行 亦要面对这些问题 或者一些案件 其实他每个人的命运 都不容易被神鬼影响 而神鬼也在我们理解 你说的那个受害者 他也是想借警察的力量 去沉冤得雪 所以他在旁边 他不会真的上去身 上去身的机会是很微好 因为很难上去身的 也很难上去身 理论上来说是不可能上去的 那他做很多事在旁边 即是有些蛛丝马跡 有些宣索 指引来、大印去那里 没错 所以他在旁边 通过其他人的事 又或者他会给予灵感 其实最多是什么 报梦 或者给予灵感 令你可以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 因为很多时候 可能我们面前 有1、2、3个疑犯 你不知道是谁 但是他给你一些提示之后 你去跟那个疑犯 一个对话 或是一个问题 或者是一些蛛丝马跡的证据 小小的证据 那你就会觉得 整件事是他的机会最大 你有否听过这么多年 有否听过有些警察想去破案 因为你也知道有警察 每一间警局都会拜阿关二哥 是 多科学化也好 你现在的武器多厉害也好 是… 但是很多人都拜死了 很多人仍然是 有听过一些警察为了去破案 可能找你们帮忙 有,在我小时候 我的家旁隔壁居 是有人做警察的 而他们很多时候都通过一些… 我用这个名字 大家可以理解一些 有些文米婆 又或者一些妙竹 或者一些跟神鬼拜神有关的人 会问他们 对那件案的看法 或者他们问神 他们很多时候都给了一些很有用的提示 或者资料给他们 而以我所知 或者现在我们上网 或者听人说 以我所知 现在在台湾 很多的执法人员 或者警务人员 在无法 或者在一个他们的阻碍和叉猫 都会通过宗教 或者通过跟神鬼有关的人 去取资料线索 我想这些可能大家上网 都会听很多 不只是你的针 也要靠那堆米 对… 靠那些十方兄弟说出来 这样也会有 没错 要了解一下 以你的道家思想 刚才那位兇手 你说他好像被人追 好像被死者追 为何不直接害死他 对 会否因为他本身 也有内疚感、罪疚感 所以才会有这个幻觉 会 所有事情,尤其是负面的事情发生 是不止单一因素的 一定有很多客观的因素 去把这件事放大 放大的力量是正念或负面的 那是怎样的 简单来说 虽然那个鬼要来拿去债 但如果当时那个贓人 他的精神意志或命格 是硬朗的话 他可能短时间内 可能会逃走 但很多时候 因为他犯了一些建案之后 他自己就心虚 心虚之后 令自己的体的气场 或者那个运气的意志力就向下 所以做完坏事 根本你个人都是运气 对,没错 所以其实我们经常都说 人本身是善的 当你真的做些很极恶的事的时候 100个人有99个人都会有内疚 只不过因为内疚 所以你会惹恐惧 那为何那个女死者 化成泥鬼地追着他 但他不直接推他下去 弄死他 你又说得对 因为天地间 我们相信有一个金科玉律 天地间有一个规律 而这规律要受審判 对,要受懲罰 死大家觉得很恐怖 或者是最终极的判 其实你知道在死之前 你要接受种种痛苦 或者种种灾难 那个苦我想让你断 是来得更加痛 而且如果他这样去… 如果他在你度假 折磨他 对,如果这个女死者 真的化成泥鬼也要害死他 他也未必有好处 对他自己也未必有好处 他也有罪严 他也有罪严 因为等于他谋杀他 对 但现在这样 等于我们听很多鬼故 在我的经验或道理上来说 鬼不会让我们生人 去杀死我 他通常都会通过一些方法 或者引诱 令我们自找麻烦 或者自己自杀 对 所以我听很多说 为什么会在天台下跌下来 对 那些就是因为他的精神意识 受到种种的影响 而令他做了这个动作 我们看电影有时候说 我现在要杀死你 要你拉下来 其实正常你的道教 就不会有这样的出现 对 他拉你下来 就是令你精神意识错乱 而你自杀 或者做了死 他真的找你杀死你 他不会的… 他永远不会直接杀死你 他不会真的用刀或杀死你 他只会引导你 电死、跳楼死 或者发生交通意外 对 类似这样 所以要帮他们沉冤得雪 是很重要的 如果他们可以… 这件事令他们释怀了 起码怨不会加深 就不会再继续做很激进的事 对人或对自己本身 对鬼子本身也无益主的事 所以是很重要的 也是那句 信不信由你 好 最重要是做好事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